我們這些行家以前都是香港上去管理 已經流落了很多密保 你機構得來你就懂得把握 你如果不懂得把握 有機會就走下去 能夠有機構 即是來用我們公联 和國內某些機構 連接到通過考評 加上去才有機會 根據文化和旅遊報數據顯示 2020年全中國星級飯店有超過8400家 只計算3200家4星及5星級飯店 年度營業收入總額已超過900億元人民幣 受惠於改革開放政策 內地酒店業自上世紀80年代飛速發展 改革開放不但引進了知名品牌和資金 同時也引進了很多酒店餐飲業人才 今次我們請來三位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的前輩 為我們細述參與內地行業發展的故事 同時為如何協助業界和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 獻上錦浪妙計 興宿黃錦興 1958年加入半島酒店做學徒 1968年已做到文華酒店華人總病師 飲餘業界 高速遍布全球 做酒店學師時 初期當然是做年輕人 洗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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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即是做雜工 又撕下肯人做些事 做些下難事多些 但因為我的師傅不懂英文 他懂得做,不懂得看 我剛才懂少少少英文 一邊做一邊學 變得容易上手些 後來經過那些阿頭介紹 入去文華酒店 因緣際會有法國十大名處在文華酒店做 我當時負責跟他們製作翻譯 由於懂英文和法文 上位就上得快一點 一直做到阿頭 興宿青壯之年打響名堂 外國熱情亦如日俱爭 在改革開放初期 興宿就曾經到南京作技術交流 傳授製餅技術 而在80年代前後 興宿曾經到北京長城飯店 和北京飯店貴賓樓擔任總餅師 教導內地後進 多年間成為了很多內地餅師的啟蒙者 興宿製作的西餅糕點 更加招待過不少中外元首 當中包括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 在餐前就要檢查 餐後也要檢查 不能有任何渣床 有醫療隊跟著 全部都要驗過 能夠在業界取得如此成就 興宿有甚麼心得和年輕人分享呢 而面對大灣區發展機遇 我們又應該如何行動 你不能一本通書看得到 低到有的東西 你那裡比它更好 那就行 主力就是你要這麼久做事 只有做業沒用 你才能改良新的東西 是你那裡才能做得到 低到做不到 你便容易出名 每個人都長處 你能夠把長處發展出來 就是你的機遇 但你的機遇得來 你便懂得把握 如果你不懂得把握 有機會就離開 以自身專長貢獻祖國 培育人才 除了興宿之外 還有民宿劉鶴文 民宿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已經投身香港的酒店餐飲業 曾經管理國賓酒店酒吧部 亦曾經在多間酒店的西餐廳擔任管理層 在那個年代 在文匯部大公部都可能被解僱 但民宿堅定外國無畏無懼 更曾去信香港新華社 表達希望回內地助力改革開放的意願 直到1984年 民宿獲得到武漢籌建酒店的機會 1987年又到北京籌建一間中型酒店 但要數最難忘的 都去到湖北省宜昌市 籌建平湖大酒店 去宜昌建一間酒店 困難很重很多 上面什麼都沒有 好像我西餐的隔壁廳 連這個電梯盾 那些紅茶包也沒有 牛油也沒有 這個相當大的困難 那個採購連那些牛油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羊酒都要專門去找 開張沒有多少人 照得到一個特殊任務 可以說是國家看面的 是加拿大二十多個加拿大客人 以及家屬 要在我們酒店住三個星期 我就考慮 因為早餐你不可以叫人來吃 二十多天吃粥、饅頭吃 就覺得不習慣 我一定有簡單的西餐 低檔都有 但是煙肉、火腿、香腸、 那些咖啡、牛奶 完全沒有牛油都沒有 所以我就在廣州採購 採購完之後那些貨員 又飛不到去宜昌 只可以飛到武漢 我們要開車 一停六個小時 來回十多個小時 除了接待外賓的難忘經歷 民宿還在宜昌培訓了很多人才 今時今日 大都成為了獨當入面的酒店管理層 事實上 內地酒店業能夠蓬勃發展 來自香港的支援力量 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那些行家 以前都是很多是香港商業管理 已經留下了很多 那些密保的 那些叫做培訓資料 已經留下在那裡 今時今日 要推動香港年輕人 融入大灣區發展 擁抱內地大市場 民宿認為關鍵的要素又是甚麼呢 都要有一批先行者 去接受 做得來很相信 他便會影響他的朋友 他會影響他周圍的朋友 那裏有得發展 在大灣區酒店業發展 不得不提到鍾哥、郭文宗 鍾哥的事業足跡 編及香港、澳門及內地城市 由試應生做到酒店高級管理層 曾經出任酒店及餐飲 從業員協會會長多年 對於行業發展有很多心得見解 原來鍾哥當初投身酒店餐飲業 繼而加入洋務工會 一切竟然由行選開始 可能選錯課 一讀理科就搞不定 後來學業一成 轉了學校 轉讀赤柱學校 因為近時我戴眼鏡 近時不可以學海員班 只可以做一些管事班 即是會去餐廳、廚房、執房等 所以順理成章之後 我便去校選 先去了兩艘船 前後兩年 都在船上做些餐飲工作、客房工作、清潔、 洗衣、洗衣工作等等 那時有些同學介紹 便去了酒店做 鍾哥先後在香港多間高級酒店服務 任職酒廊經理及飲食部經理 後來改革開放推動內地酒店業蓬勃發展 1994年便去到深圳 參與籌建及管理酒店 初到內地工作 鍾哥在管理員工及日常生活上 都經歷過一段適應期 而在當年 要有效地提升內地酒店的整體質素 就少不了程序這兩個字 90年代上去的話 差不多30年前 各方面都不一樣 和香港不一樣 亦都需要時間適應 首先語言 文化他們的思想 生活方面食品 辣的不辣的 和香港傳統的粵菜有分別 資源方面亦都有些缺乏 當年上去的時間看得不太習慣 因為他們的眼界、見識 在當年來說是沒有那麼多 至少比較少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思維和服務態度 這是最關鍵 最需要是讓他們明白 他們有不足 和需要學習 什麼要追到這個水平 我們帶上去的 一定是我們過往做過的酒店裡 比較規範的 例如政策 公司的政策和程序 即是 policy procedures 工作程序 工作程序 有什麼做得 什麼不做得 它應該怎樣做 面對不同的情況下 應該怎樣處理 內地酒店餐飲業仍然不斷壯大 大灣區九家二融合發展 更加是令人充滿期待 但香港人要怎樣才能夠投身這個大市場呢 民間組織和兩地政府 又可以怎樣協助 對國內有情懷 即是叫愛國情懷 要抗拒的根本不會想這件事 對嗎 態度 自己的心態 酒店好 餐廳好 不會某某人請你一個香港人 不會 如果你沒有能力 沒有經驗 去幫到我這間公司 我請你做什麼 能夠有機構 即是來用我們公聯 OK 有些班組 可能短期好半年好四個月好 學基本東西 飲食知識好 客房知識好 跟上面 跟國內某些機構 連接到 OK 上面願意 將我們公聯 或這邊的學員 學員 也叫學員 介紹上去 即通過考評 介紹上去 才有機會 整個大灣區的話 那麼多的市 那麼多的縣 那麼多的鎮 七千萬人口 對嗎 變成是否要更加 要給上面多些協助我們 指導我們 幫我們做這件事 其實我相信民間 如果做得到 相信官方應該要幫幫忙 指導協助 只要靠我們這些民間組織去做這件事 不夠力 不夠力 即正如我講 我們培訓人出來 誰請 先有框框 量好它 怎樣去尊重印線 然後再續揚它 你需要什麼人 什麼人才 如果不是那些時間 我有工它沒有求 那這邊就行不通